对于善知识 毁与不动心 要动心就完了 我这三个老师 毁谤他们的人都很多 我要受他们的影响 早就离开了 我为什么 不受影响 我亲近跟他学 我对他了解 那些毁谤的人 没有在老师面前 根本是道天图书 你怎么可以相信 我们每个星期要见面的 人也可不远 六族会能在世 毁谤他人多少 连五族都被人毁谤 一波怎么会传给他 神秀跟他那么多年 都不传给他 传给一个不认识似的人 大家都瞧不起的人 真正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知道 那些人会赞叹 一知半解 迷惑颠倒的 他会毁谤 这些人决定是多数的 许许多多人 因为毁谤 信心失掉了 不在清静 谁的损失 自己的损失 别人没损失 但是毁谤那些人 他要负因果责任 破坏那么多人 对善知识的信心 对正法的缘分 他障碍了 破坏了 这个要负因果责任 经上说的很好 断人发生毁灭 比断生命的罪更重 你杀掉他 断生命 那个罪重 但是 破坏他 得正法缘分的这个罪 比杀他的罪还重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罪在地狱